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8月4号星期二 中国现在玩命中的核武器 空了美国 前两天是胡锡进说 我跟你说 我们要造1000个核弹头 然后后来发出来消息说 说胡锡进说这话 实际上就是告诉美国 我们有1000个核弹头 不是说我们要造 是我们已经造好了 只是宣布一下 告诉你 通过这个放个分给你 然后这次更不要脸 来了一个日本共同社 发现中国一个核导弹专家 叫杨成军 他发表的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叫什么 说不宜在网络上炒作 涉及核武器的问题 然后他自己开始谈核武器的问题 你说这孙子 说不宜在网络上写文章 讨论的核武器 所以我来跟你们谈谈核武器 在这文章里 他就批评像胡锡进这种人 好像也不点名的 就说不要瞎吵 我们有1000个核弹头 你告诉美国干什么 你瞎吵什么 对不对 虽然我们有 对不对 但是不要说 还有他说 他说中共已具备了在落地前 探测到敌方发射的核导弹 并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预警系统 就是所谓的MD系统 目前来讲 本来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俄罗斯 是拥有核导弹的预警系统的 中国原先的说是没有的 现在由中国的核导弹专家 出来告诉你 我们有 然后哥们写的文章 就是说 要告诉你的事 文章说 不应该吹牛逼 不能吹牛逼 我昨天 昨天出去 我又买了辆法拉利 然后那朋友说 你不上个星期 刚买了一辆法拉利 别提了 我上个星期买辆法拉利 我里边 我那车上不就烟灰缸吗 烟灰缸 我一看我也懒得清理 算我再买一辆 不宜吹牛逼 不想吹牛逼 很低调 低调的一个人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 不能拿核武器吹牛逼 然后告诉你 刚才你说 现在除了美国和俄罗斯之外 我们也有核预警系统 你看这个玩意 杨生军这篇文章说 说中共核武器的反应时间 已经从他 从杨生军 他刚刚入伍的时候 需要几天 说那个时候 如果要做反应了几天之后 才能报复 说后来锁掉了几个小时 说现在已经锁掉了几分钟 说目前已经到了 就是说敌方的核武器 就是说发出来了 还没有落地之前 我们已经能够 把我们的核弹头一打出去了 就开始报复了 就已经核报复了 你这一打出来 我一检测到 我就开始报复 到了这个地步了 就你没落地 我已经打出去了 要进行 就是说 就可以实施的预警 并进行核反击 这不就是威胁美国 主要不就威胁美国 然后日本的共同社 就评论说 如果杨成军说的是真实的话 如果中共真的具备了 这种核弹导弹的导弹预警系统的话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 这个将成为改变整个世界 核战略平衡的事态 因为以前是没有的 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有 突然就跑出来 一个人告诉你 中国已经有了 反正你懂这意思 那么为什么 现在就是说 美国和日本都认为 这个事情应该是真的 那是这样 因为他杨成军 是中共官方管辖核导弹部队的 火箭军里边服役多年的 退役的军官 而且他还是中共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安全专家 他也能够涉及到 国安的这种机密的这些报告 他都知道 所以由他来说的话 觉得是可以信服的 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我认为在这种时候 他是发表在香港的 就是这谁 刘长正他们的媒体上 我就不说了 反正就是说 他能够现在出来 说这个话 能够发表 我认为还是就是说 后面有人支持 我认为胡锦净和他出来 现在开始喊 用这个核来威胁 来恐吓 威胁美国 我认为完完全全都是有上马受益的 就是说 习近平不好站出来说 你怎么着 拿颗弹头打你 对 很凶不能说 这时候就得放狗出来 那就是叼盘 叼盘 就是你要扔个盘 叼开来 放狗 放狗 不叼 这次咬 好 叫 就把胡锦净 将军就放出来了 跟美国好一好 告诉你们别胡搞 胡搞 我跟你说 我看你我现在核弹头好厉害 我1000多个 而且我快速核反应 我跟你说 就是这么个意思 好吧 那 好 很好 我们为小胡和小杨感到骄傲和自豪 好吧 好吧 那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